大家好,又到我們E-News Lecture的時間了 今次我身邊這位是Alice 她是我們2011年12月之星的得主 恭喜你 多謝 今次蘇珊給你的陣緣就是 不抗不卑應變隨機和 你可不可以跟我們介紹一下你的感受 首先多謝蘇珊給你的獎項 除此之外,在那麼多同事手中可以贏得這個獎項 都不容易,因為很多同事都可以做得非常好 先用蘇珊給我的贈言 因為我本身是三個人的 年初有一個同事來開了我的院 自己開了一個新的院 當然不是跟我教對抗 就是白骨仔那種 而是幫其他不同的銷售去做行動 因為他跟著的時候 搞這方面的東西 可能老闆就做得不錯 就叫他自己開了一個院 第二件事就是 因為有一個女的下屬 因為要兼負起生意和女的責任 所以他對年底沒有上班了 變成原本的銷售專領 也有個格構不錯 有幾個同事一起幫忙做事 突然好像沒有了些人 那管理層都擔心會不會在年底 對我這個衝擊 會不會是沒有了些人 又做不到工作 沒有單紙、沒有錢收等等 又見及此 他們都在年底聘請了幾個同事給我 再次聘請了三個同事給我 他可能見我 春瑞也不錯 而且他們都快就成長了 那架構也做得很好 譬如說有做銷售的 有做銷售的 有做銷售的 甚至有做收縮等等 那去到年底 生意甚至都不錯 這裏差不多 所以可能就是這樣 12月給了12月成長了 明白明白 那大家有沒有看他好像很年輕 其實他在我們Fan System工作 亦都非常多年的歷史 那其實你在這麽長歷史之中 其實有什麽特別深刻的事情 你想和我們分享一下 那其實我在這間公司都服務了15年 那希望未來20年、30年 都繼續在這間公司服務 因為其實在這裏做事都很開心 而且買東西都很有用 那你說有什麽深刻印象 就是因為我也是做銷售的 那當然會對一些銷售特別 會有些人像 那好像7至8年前左右 那麽蘇先生就去了北京、上海 然後派了空港 就和一個客戶說 談簽單 因為當時簽單 那些東西 因為當時簽單都150萬 都在當時說到幾大 那當然最後簽成了 那麽都見到我蘇先生那種 那種方式的方式去學習 那就是這樣 那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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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裏做銷售師 簡直是有種濃厚的興趣 那其實Alice在我們工作 都非常之經驗豐富 亦都是我們其中一位 UniHead來的 那其實他平時為人 我都覺得他非常之風趣欣賣 那是有些突發事情 在那些案子上面 他都應變非常之快 轉送很快的 那有時候呢 又聽到他跟客戶聊天的時候 又會教一下他們的人生道理 或者有些事情應該怎樣去處理 會比較好些 所以我覺得我自己都應該去學習一下 那你在2012年呢 其實你會有些什麼計劃 大計呢 那其實2012年來講 都希望就下潤一些 就是下屬那些 就成功了 那當然 會不會有一個很嚴肅的態度 對著他呢 也不會 因為本身我都是一個 五一價值人 那經常都跟下面的同事 打成一片 就是希望用這樣的方式 令到他們就不會怕了我 怕了我 打工事也會容易一些 那2012年 我希望都是繼續 做銷售師 一定是這樣的 幫到公司賺錢 那還有下面的同事 就可以成功了幫我們 令到我這個銷售 就更加大 嗯 那很多謝你今天 和我們的分享 那希望你在2012年 繼續再接著你 再創街直 謝謝 再見 拜拜 拜拜